大家好,我是佳和 今天要跟大家來介紹一些比較專業的監聽設備 首先是提到監聽耳機的部分 監聽耳機其實尤其一個 為什麼要用監聽耳機? 它要考量會有哪些呢? 第一個是 它考量的是音色的還原度 跟它的中高低頻的平整 這是一個首要的條件 再來是還考慮到它的封閉性 因為封閉性 如果封閉性夠好的話 在聽的時候音量也不用嗨特別高 你會聽到足夠的聲音 然後可以阻隔外面的聲音 所以這幾個是監聽耳機會需要用到的 需要評估到的一些特色 特別是在聲音的還原度這部分 今天要跟大家介紹幾款 包含耳罩式的跟耳道式的這兩種的監聽耳機 首先先跟大家介紹第一個 就是這個唐麥的A12石墨烯材質 石墨烯材質 石墨烯材質是一個很特殊的材質的鎮膜設計 A12 A12 那這款耳機 它是特別強調石墨烯材質 然後適合雙動圈的耳機 那這個耳機呢 就是它 它也可以 作為通話使用 不通話使用 它是這邊可以控制 然後它的 它的低頻是比較肥 但是它 力道稍微比較鬆散一點 然後它的中頻的表現 算是很適合用來做人聲的監聽 就是聽一些比較慢節奏的一些人聲 或是人聲搭配簡單樂器的這種風格的音樂 都很適合 它人聲的表現其實很棒 中頻 中高頻的表現其實很棒 那這款是石墨烯的耳機 跟大家推薦一下 那接下來要講的是 一樣是唐麥的F5 的大正膜耳機 耳機它一樣 它是屬於它中低頻是比較厚實的 中低頻比較厚實 那它的高音的延展性 就沒有像剛剛這款這麼好 它屬於中低頻的 中低頻比較文厚的一個耳機 那這個我覺得我在使用的時候 我有個特色是 我覺得它戴起來很舒服 所以長時間 就是監聽耳機其實還有考慮到一點 就是它長時間 配戴的時候 是不是可以舒服 這件事情也是很重要的 然後這個它的線 是屬於這種 是扁線 扁線的設計 扁線的設計 然後這個也是 可以作為 它這邊直接有控制器 這是屬於F5大正膜的耳機 也是唐麥的品牌 唐麥的品牌 對然後它音色的還原度 算還不錯 算是合格 所以就是用完做這件事情 也是很適合的 好 那接下來要講一個比較特別的 是 一樣是唐麥的 S0藍牙耳機 藍牙耳機 這個我們目前見的是咖啡色 然後呢 就是以運動型 最近大部分的藍牙耳機 都是作為運動型居多 那它的 它聽起來它不會有運動型 一般運動型耳機的那種 就是很強烈的重低 但是它的重 它的 它的中低頻的 呃 的比例還是比較多一點 還是比較多 但是它不會像那個 就是一般的那種運動耳機 就是它強調的是 那個 低頻很強 就是很強烈那種 在運動的時候聽的音樂都會比較 就是 低頻比較多的 那它 還沒有到那麼誇張啦 但是它低頻也是屬於比較 多一點的 比較昏 比較強一點 跟前面比起來 它算是低頻 算比例算蠻高的 那 接下來我要講的是 呃 耳照式的耳機 首先是這個 呃 Kidst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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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H1821的 折疊式的 這支耳機 這支耳機 這支其實還蠻超值的 這支還800塊 非常非常超值 那這支它的 呃 呃 它的低頻也是比較 也是比較 跟剛剛比起來 算是比較 多一點的 呃 的特性 但是它其實中高頻的 解析度來說算完整 所以這個 這個 這種的 這種可摺疊的 它算是 耳照式裡面 這種 算是體積很小 好 耳照式 耳照式大部分戴起來 還是會比那個 耳道式的還要舒服 所以就是說 你有需要 那種 耳照式的耳機 的話 就是這款還不錯 因為它可以摺疊 體積很小 接下來 是我自己 自己很喜歡的 Kidstone 也是Kidstone V12 高解析的 監視耳機 監視耳機 這款我覺得 我想要再多特別講一些 就是 第一個我覺得 很少 就是我覺得它的 戴起來非常的舒服 就是 就是它的那個 呃 它的整個 它的這個彈性的設計 我覺得戴起來非常的舒服 所以這長時間帶 我覺得 很猶豫 我覺得比剛剛那個還要 還要有 剛剛那個有考慮到折疊的 體積的問題 那這款我覺得 就是我覺得如果 你要常先攜帶 常先使用 然後在室內 就是定點使用 我覺得這個很適合 然後 它的 它整個聲音的 完整度非常的高 就是它的 各個音頻 所以這個是 所以它很標準 我覺得CP值很高的 監視耳機 大概2000塊 然後呢 它的幾個特色 除了聲音 就是表現得非常 我覺得非常的好 之外呢 它的 它附的線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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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邊是 6.3 一邊是 3.5 那 它的下面的 接孔 一邊是6.3 一邊是3.5 也就是說它可以 因應你的裝置 就是你的 你的 你要先接的裝置來做配合 因為有些像PA控台 它們的 接孔就是 6.3 但是一般如果是小型的那種 沒辦法錄音接面 它其實還是3.5 所以這等於是 你可以自己去調配 那 假設你今天接了一個這個 的使用 那 它這邊還有一個孔 它其實是可以做串接的喔 它是可以做串接 所以如果你有必要 你有必要就是 兩個人同時要聽的時候 它可以做串接 當然就是我就建議 就是 就兩個人使用就好了 因為它 你越串越多的話 它的聲音是會衰減的 所以就是建議 就是如果 還有另外一個要聽的話 可以讓它聽一下 它 它的聲音衰減度 還OK 對 我覺得這是很便利性的一個 一個設計 這是Keystone的V12高解析的封閉設計 它封閉性還不錯 封閉性還不錯 封閉性還不錯 這的話我覺得非常的 超值 非常超值 我很推薦 OK 好 所以這是以上的監聽耳機的部分 我們有新的監聽耳機的部分 對 很新的監聽 如果可以看到這次的監聽 就好